我以為我們一直都很忠誠 忠誠 起碼在我眼中 那條底線是基本法的承諾 梁家傑你厲害 忠誠的漢奸 我忠誠的漢奸的意思是 我是為香港社會 但我去美國就捉香港背景 2019年9月2日的封信 讓美國上下議院要他們制裁香港 那封信就沒得咬了 Alan 那裡接受了事實 就是的確我們走過了一份 那你見仁見智 好 我也 在美國捉香港背脊 捉中國背脊 我們都說得很清楚 現在國際形勢 就算是駐港的外交事件 來問我們 我相信見Paul也會見他們 他也是問香港在地的情況 沒有所謂捉不捉背脊 人家是要在香港收集情報的 原來你跟中央玩政治 而你跟中央對抗 其實是沒有好下場 因為為什麼呢 基本上香港一個從屬的議會 在政治倫理上 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會 容許他的國會議員 擺明我就要顛覆政府 顛覆政權 我們對著幹 然後你又讓我進去做這個議員 你可以在美國做民主黨 共和黨 沒有所謂 但是沒有人說 我公然反對美國的憲法 我公然想堆壞美國國家 沒有人的 沒有人來中國 沒有人來蘇聯 要求中國蘇聯制裁美國 國會裡面的人士 總統 制裁他們的官員 沒有人敢做的 但是香港很有創意 一直這麼多年 打一下鐘 鬧 但是你搞到後期這些 烏煙瘴氣 是沒有人想見到的 這種反對派 麻煩你早點走 因為這樣搞法 對香港沒有運行